美日韓主要是把美韓美日两个双边 那想要把它变成三边 那这个显然是美国主导的 因为这里面缺的就是日本跟韩国 那韩国在二战之后的领导人 没有一个人是愿意跟日本联合的 所以尹熙悦就是唯一一个例外 那当然美国就要逮这个机会 那可是呢日本跟韩国的假想敌又不一样 所以就说你合作三边的合作 就一定会有上限 所以他为什么第一个说不是小北约 因为北约的假想敌是完全一样的 就俄罗斯嘛 那韩国的假想敌是北韩 日本的假想敌是中国 那韩国当然不想把中国当作假想敌 那你以后朝鲜半导和平你怎么弄 所以他们大概会做的是 我认为就是三边合作的 非官假想敌的议题 比如说这个领导人的热线 那军情的共享 那也许会有军事技术的合作 那美国说要有定期沟通的机制 比如说这个会每年都要开一次 那外长 房长 经济部长 还有国安首长也都要定期开会 大概初期是这样 那他还有提到一个就比较敏感的 叫联合演习 因为联合演习你选择的地点 就会扯到假想敌是谁的问题 比如说美韩演习是在朝鲜半岛附近 那美日演习可能会在东海 或者是在日本海东岸 那韩国敢参加吗 那因为还没有发生 我现在不能够推论 所以我认为这个应该会比较接近 是一个叫做 先建立一个比较紧密的安全协商机制 比如说这个 因为有未来有那个密集开会的管道 那他未来处理的问题 不会只有军事 还包括半导体 人工智能 然后一大堆搞不好连太空的议题 那都要大家要有协商机制 可是不等于集体安全组织 就是我们就要看议题走到哪里 可是当然中国大陆 他一定把你这个设想成 对付他的一个组织 所以中国大陆表达非常强烈的抗议 那接下来就是 我觉得美国的设想 就是针对中俄北韩的联合 所以他想把这边联合起来 可是中俄北韩的联合坦白说 中国跟北韩的关系 也跟俄罗斯跟北韩的关系不太一样 对 美国破产的申请本来就有两种 一个叫破产保护 对 一个叫破产清算 恒大当然是要做破产保护嘛 对 而且恒大的债啊 总共有三千亿美元啊 它在美国设计的美元债是一百九十亿 所以事实上是小的啦 相当小啊 一百九十亿美元 那坦白说啦 中国政府的立场跟恒大事实上是一样的 就是海外美元债的部分 你一定要处理 因为你如果不处理 那未来中国企业 很多人就会不相信啊 他就直接给你降频啊 那就会联动影响到很多中国公司 在海外的 这个我们说那个金融的运作啊 所以他这个等于就是要就 依法律来对他一百九十亿的美元债 来做法律上的处理 那这个难度的地方是 那个债权人必须同意啦 要有一定比例的债权人同意 那那些债权人就要陪你走那一段 因为就是说你可能还是有一些资产 可是因为你流动性差嘛 你现在卖不掉嘛 那就是大家要越不越等你啊 越不越跟你陪你走这一段 比如说你利息就暂缓了 暂缓了 或者我们从签约啊 你本来欠我的债事 比如说五年啊 签为十年啊这样 那据我了解 目前是还没有足够的债权人 那如果没有足够的债权人 那你就被迫就要走到破产清算 那你海外这一块就没了啦 那国内那一块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说微博那个是乱写啦 说什么他要外逃啊 接受政治庇护啊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啊 不是这样子啊 而是因为他在国内的债太大了 我刚刚讲到他全部的债是三千亿美元 他绝大多数的债权都在中国大陆啊 那最大的债权人是银行 那中国的债权都是官方的嘛 所以主要是中国政府在思考 他到底要怎么来处理这一块 让他就做切割处理嘛 比如说你如果有一些房子已经盖好了 那或者说盖到九成了 那已经有买家确定了 比如说这种买家 一般大陆估计可能有三百万人 这很大啊 那中国大陆要考虑到他内部稳定的问题啊 所以他一定要协助你把这三百万户的房子交出去啊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政府会协助啊 那至于有一些是烂尾楼嘛 比如说你盖到10% 30%这一种啊 他实际上有一个超级大的烂尾楼在马来西亚 哦那个那个是毕贵员我说错了 就是基本上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就中国大陆是要切分啊 那有一些可能是国内的纯金融债 那搞不好就有人要亏钱了 那如果是那个烂尾楼 那可能会用另外的方式来计价啊 那可是对于你那个已经盖完了 或接近盖完的 我认为中国大陆会稳住买户的权益了 这跟毕贵员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两个顺序的债很少啦 毕贵员的现在是 他现在主要是流动性出问题 可是他的现金的缺乏 也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这让现在爆出来的毕贵员的两支美元债 总价只有2250万美元啊 那跟他怎么比啊 他190亿耶 那2250万毕贵员还没违约 他是9月7号到期 我认为毕贵员应该会过关啦 那他2023到2024 毕贵员的海外债大概还有另外无比 那金额也不大 我认为毕贵员应该会过关啦 没有问题啦 所以你看到有人趁低进来买了嘛 不是吗摩根大通 美日韩三国在大会员基本上是宣传上多于实质上的一个作用 因为就拜登来讲他在今年五月份的G7 广岛会议的就有跟他邀请他们两个人到美国谈事情 其实主要的是要拉拢日韩之间的关系 责怪中国在南海在东海在台海的问题而已嘛 那这个是符合美国的宣传战 就是美国会不断的在很多地方拉个小群组 比如说拉日韩 那这边拉菲律宾 拉越南 拉印度 那在欧洲拉那些国家 不断的出声来讲 反对他们在台湾海峡的动作 那另外一方退回来讲说 哎呦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啊 他也承认台湾是个问题 他也觉得和平解决是一个必要的途径 可是他们这些人并没有真的去从事任何 让两岸的和平解决方案 反而相互拱火 这个基本上嘴巴讲一套 事实上做一套 美日澳的演习 这个在南海 基本上就是南海其他的域内国家 实在是没有解放军的军力那么强大 所以他们觉得要介入差一走 我觉得日本的出云号是 大概是一万九千吨 然后澳洲的坎培拉号 大概两万七千吨 美国的梅利坚号大概四万五千吨 这三条船演习在那边能干嘛 在都在中共的导弹攻击范围里面 实在是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但是有壮胆的作用 比如菲律宾你往前冲 可能菲律宾现在也知道说 他必须往后退了 至于越南 越南也是一样的 是所谓的战略伙伴 他跟谁都战略伙伴 这个他们目前希望从美国拿到好处 也希望拿中国拿到好处 但是美国论的这样绑住 他会比较轻松 也就是说美国一国要跟中国大陆 在台湾海峡对雷的话 输的成分很高 所以他们最后再找很多人当拉拉队 在附近敲锣打鼓放烟火 看能不能把解放军下退 跟古代的战术非常的像 中俄的海上隐巡 基本上是跑到北太平洋 晃了一圈 柯瑜经过宫古岛回去了 日本当然会紧张 不过这个以后会成为常态 你紧张也没什么用 倒是美国战略司令讲的是比较务实一点 他说中国的核弹头 目前只有四百一十枚 未来可能会达到一千枚 中国不是没有钱做核弹头 一千枚太小气了 因为美俄之间 已经在服役的 就是说可以服役的 随时可以发动的是一千六百枚 是他们之间的所调限制的 那超过的部分 俄罗斯有六千枚 然后美国大概有五千八百枚 那以中国的GDP 几乎是俄罗斯的好几倍 那才四百一十枚 以前中国的观念说 只要打得纯就好 量不要多 可是现在美国的兵推告诉你 你的数量少就是会输 那中国可能短期内 把他加到两千枚也不为过 但这个对于美国来讲 当然不是好事 美国的海军 现在拼命要 要把这做一个新的调整 他的滨海舰 我印象很深刻 多年以前刚推出的时候 敲锣打鼓 多厉害 多了不起 就现在怎么样 提早退役 其中我知道有一艘舰 听说要卖给台湾 不太管用 不叫破统案 也蛮新的 只不管用 战斗能力有 战斗能力有兴 那还是很新 他各部分的科技 可以拿来做 一项工程拆解 船没有用 他里面很多高科技 听说就是 听说就是一架 要台湾 一辆一烧 台湾吃掉 原来如此 可以啊 但是美军自己 来检讨一下 你到处都好像火力很强大 就在离你一百公里外的 贸宜岛火烧四天 你竟然动也不动 这个实在有失军人的天职 有伤美军的形象 那你们的总统反正是年老昏庸 这个在做这些什么东西意义不太大了 在责怪你意义不大 你美国人自己惹出来这个事情 虽然说百人死亡 问题是一千个人失踪 化为灰烬 这才是问题所在 不要老是说说这一百人 那根本是一千人以上 规模的一个死难 连烧四天 美军一动也不动 而且那个还是 印太司令部的总部 还是所谓太平洋舰队 都了不起的一个地点 那我们不得问一下 那美军这样子 有什么用呢 将军怎么看呢 又有南海演习 又东海演习 又有河湖的研发 因为大国博弈 又不敢真的干账 演习就是一种秀肌肉 这个不难解释 我倒是很有兴趣 就是韩国日本 两个元首跑到大卫营 对不对 这顿饭好吃吗 不是 你是刚刚蔡伟源讲的 没错 抬高你们两个元首 在国内的声望 要有什么代价 但是要付代价 我跟你讲 讲个历史故事 国共内战的时候 第二天要发起冲锋的时候 头一天晚上 一顿有一顿 热食 粉条炖猪肉 因为战场上很难都知道 对不对 你现在吃得很愉快 第二天早上就送命了 枪毙之前的最后一天 一样吧 你现在 你这两个元首包含尹熙瑞 你只要想到抬高自己的身价 你不想想这个韩国 签进去以后 将来要付多大的代价 日本也是一样啊 你看日本为什么要想把琉球的老百姓车走 琉球老百姓早就在骂了 你美军基地搞这么多东西 将来就是中国飞弹的这个 这个打过来我们一起做牺牲了嘛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讲 大卫营这个啊 定得模模糊糊的一个协定 我告诉你啊 伙伴啊 还有越南定个伙伴关系的 伙伴不是同盟条约哦 伙伴没有这个义务说帮你打仗啊 只是说我们两个是兄弟 哥们 但是没有条约的哦 所以为什么要搞越南 你看个地图啊 中南半岛 最长的一个国家就是越南 像一个玻璃斯外啊 像调那个地方 很长比意大利还长 那这边搞菲律宾 这边搞越南 就是要 长远的来看是读你的海上思路 目前来看的作用是什么 中国大陆急急忙忙要把 南海行动准则要签订 菲律宾如果投向了这边 越南在那摆当的话 这个行动准则不签下来 对中国大陆是不利的 所以美国是在这边来缴获 你不错了 撒个基石在这里 你不好搞 菲律宾现在很难看啊 左右逢源 可是左右都为难了 小媳妇啊 对不对 所以美国要搞军演 他不参加 他不敢得罪中国大陆啊 对不对 越南也是一样啊 但是越南的条件 美国口水都流下来了 为什么 限港是什么 是美国以前的海军空军基地都在这里啊 我将来回来的时候不需要大投资啊 把这个银房什么打扫打扫设施弄一弄 就可以用了 你要投资一个军港 投资一个基地花大笔钱 这个嵌港跟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克拉克基地 跟他的海军的基地 两个一对就限制了中国大陆的南海舰队的活动范围 所以战略上他要这样搞 这个国家博弈来讲 也不让你南海行动准则 能够在一个中国领导之下完成 这是很多 所以为什么 那个马德雷号那条破船在那里 美国也要表态啊 他就是缴获你这个 因为菲律宾是想说 美国来支持我 可以跟中国多要一点 将来海上经济资源 油田开采的这些条件 每个小国家都是想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 玩不好的话就玩火上升 我给你讲 营火自焚 营火自焚 我觉得好 这个日韩他们到这个大卫营去开会 因为这个是非常有面子的事情 因为大卫营只有美国总统可以去度假 然后这个邀请 好像度假别墅一样 特别早就强调 美国跟这个日本韩国有这个特殊的关系 但他们自己也是 也自己觉得予有容焉了 但是营席越本身 营席越在韩国 营席越在韩国的这个 民意调查的结果 这是每况愈想 这个确实是因为 他这个表现的跟这个以往的韩国的基本立场 韩国总统没有一个就是说会讲说他说的这种话 那所以说呢 这个最主要原因的话呢 就是日韩他们现在的处境不一样 我觉得你要把美日韩的这个高峰会放在莫斯科安全会议上来看 你就非常清楚了 莫斯科安全会议会议刚结束 其中的话呢 有两件事情非常特殊 第一个 这个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是临时接到通知就去的 这是这个是非常紧急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连俄罗斯跟中国在内都针对台湾特别发表意见 他们也是 就说这几个重要国家就是 就是中国俄罗斯跟朝鲜 还有这个美国韩国日本 他们都针对台湾发表意见 那这个话呢 对我们来讲的话呢 所以我们需要非常注意的一件事情 然后另外的话呢 这个菲律宾呢 这个马德莱山舰 这艘破船呢 在那边待了24年当中呢 原来是讲好 原来定了个约是要自己拖走 现在不打算走了 为什么不打算走了 美国不让他走 然后他自己的话呢 也觉得说是 这个菲律宾本身呢 我觉得他不参加这个海上演习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怕出事 对不对 另外一个话呢 实在是拿不出像样的船 跟日本澳洲比 你知道吗 真的 这个是真的 因为因为这个 对有点尴尬 因为好像这个顿速也不比啊 然后这个现在 菲律宾根本就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以前杜特尔特在的时候 他就认为说 这件事情是应该避免的 就是说菲律宾不要在这里头 因为什么呢 他自己强调过一遍 他就是曾经骂过那个欧巴马 意思也就是说 你隔这么远 你在那边叫我们做这个事 你不是拿我们当前线吗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他原来的做法是比较正确 不过我要强调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重点就是说 所有的国家 大家不要忘了 所有的国家都是主权国家 主权国家的话 大家不管大国小国 他们玩的游戏都是一样的 主权一点都不能够割裂 主权一点都不能够退让 然后的话 对自己的国土 对自己的老百姓没办法交代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菲律宾的话 骑虎难下 比较特别的是越南 因为越南的话 现在享受到三种红利 第一个是享受到 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话 经济上的话脱钩锻炼的红利 就是这个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的话 越南享受到这种 军事上的红利 为什么呢 就是说是 因为你刚刚也特别提到 像县港 像这个原来化的越南 其实越南除了县港 还有金兰湾 金兰湾也是原来 在苏联的时候的非常重要 就是在军事上来讲 它根本就不用花钱 然后人家就会把它建设 然后第三个就是地缘上的红利 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地图 而且实际上的话 美国现在 拜登总统这次访问越南的情况下 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就是在没有经过任何准备 就直接宣布了 韩国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 因为最近拜登讲的要讲说 他愿意无条件的去 跟朝鲜的金正恩见面 那这里面就说明 就韩国的情况确实是蛮特殊的 生物武器在联合国通过的公约 是全面禁止 不准有任何国家可以发展生物武器 这是联合国的一个最普遍的一个禁令 可是各国是可以研究生物武器的防护 就是万一被攻击的时候 他怎么去保障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或者军队的生命安全 那这里面呢 讲归讲 最重要就是说 那好 联合国有没有权利建立一个单位或机制 可以到世界各国去查 到底谁有偷偷摸摸在搞生物武器 如果说我们大家都说 都赞成禁止生物武器 可是要检查的时候 大家都说反对检查 不是耶 现在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反对检查 哪一个国家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那你不是 你不是做假吗 你不是有鬼吗 实地无银三百两 就是啊 但连中国都赞成说 好你联合国派人来检查 每个国家都赞成 一个国家反对 美国 那你今天美国讲说 生物栏报告 中国长期威胁 那很简单啊 你就同意联合国 对每个国家都有检查权啊 那你美国被检查 中国被检查 那看你谁会追查嘛 对不对 那不就得了吗 那你也讲说威胁 所以我是觉得 美国在做这种事情 明明就是有鬼 所以就是他 你就要讲对 这死地无银三百两 你想搞什么名堂嘛 你赞成禁止 又说不欢迎检查 那你在干什么 这个美国航天公司 会被这个各国所盯上 也没什么意外啦 因为星链在乌克兰表现很好 那星链会跨过各国的 这个天空上面 那党美多多少少 人家会注视 这个是个隐蔽战线上很正常的 谈到这个大陆的房地产的危机 这个房地产的危机 现在处理还算可以 但是中国大陆是有结构性的因素 因为2020年通过了三条红线政策 不借钱给这些房地产公司 当时是在封控期间其实没有影响 那解封了你就发现说 哇原来这是个矛盾的政策 你限制贷款给房地产公司 然后很多的银行就只要 房地产公司有钱都就先收银根 然后利率又飙高 利率又飙高 所以这个是一个要重新调整的政策 那前段时间 我跟大家讲说碧桂岩已经跌了 差不多了他的房子 他的股票可以买 就这两天碧桂岩爆雷 很多大陆网友把我骂惨了 说我不够专业 可是有一个人听见的话 JP Morgan 对啊大举进场 所以可见专业的判断还是有用的 一点七亿股不少钱 一共十三亿股 对啊 就表示公司不会倒嘛 跟我看完很将近嘛 所以有时候不要受新闻的影响 逢低赶快买房地产 为什么 经验很值得 当时亚洲金融红爆 台湾的房地产 跌了一塌糊涂 没有人敢买啊 我叫大家很多人进去买 现在那些人也很感谢我 像内湖南港淹水的时候 大家都不买内湖南港房地产 我鼓励大家买 现在很多人也感谢我 所以要相信专业的判断 要相信JP Morgan 这个我跟大家在这边聊一下 有关于我对于大陆经济未来的看法 就是先强调四个字 就是短空长多了 为什么我依然保持相当的信心 最主要的原因的话 就是说目前为止短空 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大陆 习惯于认知经济的发展 主要是出口投资跟消费这三项 然后疫情过后 出口的原因的话 大家可以了解 西方国家的话 对于中国整个订单取消 这个事实是很明显 因为我刚从广州回来 所以说是珠江三角洲的 制造业当中这个影响 算是比较深的 然后这个投资的意愿的话 大家其实心里都是在怕怕 都觉得说是现金为王 大家留着 所以说这个投资区别小的吃吃东西 走走玩玩 这个是还不错了 这个必须要强调 那那个投资的意愿 更是比较小心一点 但是有三方面的好消息 我必须要强调 首先第一个就是不缺钱 因为疫情期间的时候 整个存款是超过120多万亿 没得花钱 因为大家心理上来讲的话 没得花钱 然后第二个好消息的情况 就是说大陆目前为止的话 就是在 就是腾龙换鸟了 就是说是想尽办法 原来是西方国家 现在的话 就是你不管讲金砖国家也好 一带一路也好 或是G20也好的话 基本上都是不以西方为主 就是这个整个趋势 所以我这一次的话 我在广州碰到了黑人很多 中东人很多 那个跟以前的话 我这次也缺了上海鹿家嘴 其实基本上的话 看到那种 以前我留学的那种年轻人 这种西欧的 北美的 就相对而言就比较少 所以说这个转换的过程 国际关系 那第三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呢 大陆是一个老百姓 比较容易听话的地方 就是说我就觉得说是 碧桂园中会引发 JB Morgan在买的时候 因为敢买大陆的股票 其实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那这个判断的话呢 我觉得以JB Morgan 是全世界最大的投资公司 来讲的话呢 那么他们做大陆会带动 就是吸引外资 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办法 在的杀伤力 远比氢弹原子弹还要高 你看历史上一个黑死病 欧洲死光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 西班牙流感死了五千万人 但是生物的作战 你要有控制这个作战的能量 全世界生物的研究所 有P1、P2、P3、P4 到了P4的一个层次 就是最高层次的 才有能力研究生物战 因为生物战必须要考虑到 每一种生物的传播的能量 跟它的这个基因 跟它的这个改造基因的能力 就是最高层次的